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说这洞里住着一位桃园仙子 保佑着洞穴附近村民的安宁 尤为奇特的是 这洞中还生活着一种特殊的玻璃鱼 它和常见的洞穴生物迥然不同 不仅通体透明 还能够包治百病 离奇生物让这个桃园洞更加神秘莫测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洞穴呢 洞中的玻璃鱼又是何种生物呢 一块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地理成果 这天正值一年中的大暑时节 沙沙脚步声打破了丛林的宁静 这是一支户外探险爱好者组成的队伍 闷热的天气 似乎并不适宜长时间的野外跋涉 突然一名队员顾急发作 吓坏了同行的伙伴们 就在大家四处求药之际 偶然得知 在不远处的一座洞穴里 有一种神奇的玻璃鱼可治百病 只要将其水分壁干 口服下肚 其功效堪毙灵药 于是大家迫不及待 扶着患者走下了深洞 果然 在一处水潭里 出现了村民所说的孤立鱼 情急之下 大家根本来不及地干 只简单剥了些鱼肉 让病员迅速救水吃下 出动不久 精明队员很快便呼吸顺畅 步履轻松 桃园洞有致病其余的消息 很快传遍了十里八乡 通常来讲 洞穴生物多为白化动物 这种神奇的洞穴生物 竟然可以入药 用来致病救人 传说是否真实可信呢 2013年9月 设置组一行前往双农乡 希望此行 我们能揭开神秘洞穴 深处的奥秘 双农乡位于我国贵州省北部的 洗水县境内 这里距离省会贵阳市 约三百多千米 发现玻璃鱼的洞穴 就坐落于此 在当地人的口口相传中 桃园洞是一片灵异之地 玻璃鱼的出现 更让这座洞穴 显得神秘莫测 这种被当地人 视为致病神药的小鱼 外形极为罕见 它们头大如蚕豆 尾巴很长 外形酷似娃娃鱼 可从颜色上看 却是通体透明 根据科学研究分析 大部分洞穴生物 都不具备入药价值 于是 这种奇怪的说法 引起了贵阳市 两位洞穴专家的兴趣 这究竟是一种 什么样的鱼类 会不会是一种 从未发现过的 洞穴生物呢 如果真如传闻所言 那么 它将会在我国 洞穴生物领域 引起巨大反显 李坡 贵州省科学院 山地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 从事洞穴生态环境 科研工作多年 贺卫 贵州省科学院 山地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 具备丰富的 盐容地貌 与水文地质调查经验 贵州省 是我国喀斯特地貌 发育繁盛的典型区域 这里拥有千姿百态的 溶洞寻落 洗水线地处大楼山脉 大楼山一带 洞穴分布特点为 水洞汉洞交织分布 由于这片区域 生态环境优良 水量丰沛 数百个零散分布的洞穴中 已探明的最长地下暗河 长度为136千米 桃园洞 虽从入口处看起来 并没有那么壮观 水量也不得而知 但经过一番调查 两位专家很快便规划出了 这里的洞道分布图 桃园洞在进入主洞口后 分为三个平行之洞 专家建议我们 首先进入最大之洞 通常大型之洞发育完善 地下暗河分布集中 既然我们要找的生物是鱼类 考察的第一步 便先要找到水量充足的河道 第一支洞的地形条件 十分恶劣 如果没有专业人员的加入 我们根本无法徒手越过 这湿滑高颂石壁 行进一千多米后 周围依然石山遍地 没有丝毫水声 甚至连水流的痕迹 都难以见到 这时候大家有些失望 这样的环境 怎么可能会有生命的存在呢 继续前行 在距离洞口大约一千五百米的区域 一番奇异的景象 令专家驻足 只见一片中辱石上 竟然附着一簇簇 形态各异的石花 外貌如珊瑚般婀娜多姿 这会不会是石山湖的化石呢 石山湖是中生代时期的一种造胶生物 它们通常生长在深海 色彩鲜艳 五光十色 将海底世界点对的分外耀眼 因此石山湖也有海底花园的美成 可是多年的地质考察经验 令专家断然否定了记者的猜测 这个不是那个化石 这是这个赤身碳酸钙的一种沉积物 专家随短 在雨季旺盛时节 这里曾渗透过一些地表水 水滴泵建到中辱石上 水珠中的碳酸钙不断凝结 最终形成了这些珊瑚状的沉积物 最终他发现 边角上的石花仍呈发育状态 通常来讲有水的地方碳酸钙沉积物 才会旺盛发育 那么我们在这里能否找到丰沛的水源呢 然而事实却与我们的摄像恰恰相反 两个小时后 直到科考队走到这条支洞的尽头 大家都没有发现水存在的任何痕迹 就在大家对这条支洞的空无遗物深表遗憾时 一只奇怪的昆虫闯入了我们的摄像机镜头 加上你看那里都有只虫子 那个是什么虫子啊 这就是斑造马 你看它的处虚很长 它就靠处虚来编人倒入 斑造马是洞穴生物界学居类昆虫的代表 这些昆虫对生存环境很是调剔 不喜欢过于潮湿的洞壁 例如尸损上就不可能看到它们的出现 斑造马的存在提醒我们 我们所在的支洞确定为撼洞 传说中的玻璃鱼事件是发生在三十多年前 洞穴生物普遍脆弱 一旦洞内生态环境发生剧烈变化 就会不复存在 我们还能找寻到传说中的小鱼吗 专家提醒我们 桃圆洞洞穴体系庞杂 在其他支洞也许会有地下暗河的存在 科考队决定立即出洞 向熟悉洞内地形的老乡探寻情况 知道这个洞 这个洞我举过多次了 这个洞是有长有远 这个一路是很危险的 这个里面的话 这个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去了 当地的城堂里面烧香啊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一种神奇的洞 为了乱地破坏去 从这位老乡口中 我们还得知 桃圆洞地下暗河众多 由于今年贵州大旱 水洞才变成了如今的旱洞 我们前一天探寻的仅仅是其中一条支洞 而剩余的两条支洞中 有可能出现我们要找的小鱼 在我们的反复请求下 他也答应为我们带路 那我们跟你们走吧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洞群内部蜿蜒曲折 科考队竭力探索 寻于未果 考察计划最终能否成功 桃圆洞的秘密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第二天一大早 在两位村民的指引下 科考队兵分两路 再次进洞考察 A组队员跟随贺卫前往右洞 B组队员跟随李坡前往左洞 安排好人员和线路 两队人马便很快出发了 A组队员们在右洞前行半个小时 所到之处 中鲁石顶端晶莹剔透 源源不断落下的水珠 显示出它旺盛的生命力 这些迹象表明 这个洞穴的确有丰沛的水源存在 喂喂喂 蓝脸脸脸 你看这情况怎么样 找到鱼没有 人是在那边发现 你们在那边怎么在 我们没有发现 然后再往里面走一点 可能会发现吧 而此时 B组在左支洞 还没有发现任何水源的存在 A组队员沿着右边支洞 继续前行半个小时 果然发现了大小不等的水潭 当我们穿过层层障碍 爬过一片低矮的洞穴石民后 一片静密清澈的洞中水梯田 展现在大家面前 水域的出现让专家惺喜一场 他告诉我们 通常流动的水中 鱼类不容易附着产卵 往往在潜水潭里 最容易发现鱼的存在 经过一番查看 结果却令我们十分失望 按照村民所说 在洞中的水潭里 确实有神奇的玻璃鱼 可是我们几经搜查 却在这片区域内 没有看到任何生命的迹象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它这个水质可能 现在我们的野外 怎么测一下 通过检测专家发现 这里的水质呈偏酸性 这样的水环境 是不适合鱼类生存的 通常来讲 渗透到洞内的地表水 对洞穴水环境影响很大 专家推测 可能是桃源洞地表的土壤 成酸性 渗入地下的水源 改变了洞内的水质 即便这条制洞内 曾经有鱼类生存 如今也可能不复存在了 这就意味着 A组的徐鱼计划 已失败告终 此时 李泊所在的B组 已经进入到 左洞的第二个分叉口 我们这边发现 有水的痕迹 有水就可能有鱼 A组决定与B组会合 去左支洞一探究竟 当两队会合时 已经是下午四点 从入洞至现在 大家连续八个小时 没有进食 为保持体力 大家围坐一团 简单吃起了干粮 这时 李泊兴奋地告诉我们 他们在左洞 发现了鱼的踪迹 大的这种地下河 会有一身 因为水流比较急 而且洞的水 涨水的时候 水量特别大 也特别急 一般应该在 一些水比较近一点 就好了 但令所有人不解释 同处一座洞穴 为什么只有左洞有鱼 左右两洞的水 这环境 会有着怎样的差异呢 两天内 科考队走遍了 桃源洞内的两处之洞 但是考察结果 却让人大失所望 就当大家心灰意朗的时候 在最后一处 不起耳的这个之洞里 B组成员的意外发现 燃起了大家的热情 期待已久的神秘玻璃鱼 终于是露出的真言 可是 新的问题 却浮出了水面 专家的判断和传言呢 是截然相反的 他们竟一致认为 这玻璃鱼啊 根本不是鱼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B组队员的带领下 一行人很快来到 发现玻璃鱼的水潭 水面一片浑浊 完全不像我们想象中那种 适合鱼类生存的水环境 主要是下面泥土会搅动啊 什么的 然后有些泥土的悬浮 这个取回去以后 它澄清以后 这个也没关系 对 它不是里面有 有有坏物质 专家解释说 看似浑浊的水体 并不能表明 它的水质就一定差 现在我们看这个在8.2不到一点 7.5到8.2之间 我证明这个水是 就是洞穴里面的水比较正常的 果然 浑浊物稍微沉淀后 水变得清澈了 这时 几条长尾巴的白色小鱼 出现在了镜头中 这难道就是我们要找的玻璃鱼吗 洞穴鱼类拥有盲鱼或透明鱼之称 它们因常年窃居黑暗环境 产生了适应环境的独特构造 它们的基本特征为 眼睛缩小或消失 称半透明状 感官十分灵弥 那么 这会不会是盲鱼的一种呢 由于常年生存于漆黑的洞穴世界中 光线是盲鱼的最大天敌 如果将之拿出洞穴 它们会很快死亡 为了探明真相 专家建议将小鱼拿出洞外 进行生存实验 本以为 行动迟缓的洞穴鱼 会非常易于捕捉 没想到 它们的反应却十分敏捷 这让科考队 费了好一番力气 才勉强捕捉到两条 发现玻璃鱼的位置 距离洞口仅八十米 异性人很快 随专家走出了洞穴 洞外的生存实验 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 这条鱼 却并没有因为 刺眼的光线而死去 它的活动依旧灵敏 内脏清晰可见 专家判断 两只的活动依旧 我再看看 仔细看看 你在洞内光线不好 这个就是蝌蚪 就是蝌蚪 这蝌蚪什么有什么特点 能证明它是蝌蚪 你看它的这个尾 特别长 头特别大 鱼不是这个样子 专家判断 这种所谓的洞穴鱼 根本就不是鱼类 而是红点齿蚪的幼卵 它是一个 它的这个变成虫虫 它是比较时间长 它要一两年的时间 这就是红点齿蚪的幼蚪 这个绝对不是蝌蚪 专家告诉我们 红点齿蚪的幼卵 就是村民口传的玻璃鱼 根据以往洞穴调查结果显示 在我国仅有不到十处洞穴中 发现过红点齿蚪的深夜 它们的种群数量极小 仅生存于海阀1000至1790米的石灰岩溶洞中 此外 红点齿蚪属于半学居生物 所以它们才不会像纯学居生物那样惧怕光线 由于洞穴黑暗无光 一只红点齿蚪从幼卵到成年 会经历一到两年时间 这与普通蝌蚪相比 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那么我们能否在这个洞穴里 找到红点齿蚪的成蛙呢 于是大家重返左洞 这时一个黑影在一处岩石边一闪而过 咱们看看这吧 什么样子呢 这是一只蛙 这是我们要找的红点齿蚪吗 这不是红点齿蚪 红点齿蚪是颜色比较深 而且它这个两边腰部有两排这个红色的红点 专家分析 红点齿蚪半学区类动物的特点 会令它们在洞内产卵 成年后 它们就会迁移到洞外密实生存 因此 我们在洞内发现成年红点齿蚪的可能性很小 红点齿蚪是这样 它这个生活范围比较狭窄 就在长江的这个山峡到这个重庆上游一点 这一段的两岸 而且它的生活习性比较特殊 它一般生活在洞穴里面 或者在东西周围有一点 水是溶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众血种群生息繁衍的生命之源 而桃园洞地处前北地区大山深处 这里的发育地层时代较多 水旱洞交织分布群落密集 这就给红点齿蚪提供了绝佳的生活场所 因为它的幼卵需要水体环境 而它的成年个体又喜欢干燥的居所 桃园洞天造地设的自然环境 让这里成了这种一微动物 为数不多的生活家园 但是科学研究表明 红点齿蚪并非可食用物种 它被当地百姓作为神物供奉 完全是出于人们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 随着地球生态环境的日益退化 红点齿蚪已经被中国物种红色名物 列为一微等级 若不加以保护 它们的种群大小将会逐渐缩减 在这黑暗深远的静谧洞穴中 各种生命默默繁衍 它们的存在和地质变迁 自然生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于这些黑暗世界的声明 人类应该给予更多的特殊保护 倘若它们有一天消失 消失的可能是这个世界上 仅剩的一个种群 我们的调查证实了村民们千百年来的传言 那就是桃源洞中的玻璃鱼 却有其事 不过玻璃鱼不是鱼 而是红点齿蝉的幼体 只是因为它生活在洞穴内无光的条件下 所以这皮肤颜色才变得透明 甚至连内脏都清晰可见 虽然红点齿蝉不像传说中那样 具有神奇的药用价值 但它作为洞穴当中的异威动物 却为研究溶洞地质演变 洞穴生物的生长 繁殖提供了真实的养本 此外 它们更有可能成为寻找地下水源 还有监测水质变化的指示生物